Hello,大家好,甜甜 那么这一期视频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乒乓球 尤其是国拼参加支线赛事的情况 经像到了我们国拼在日后的炫彩 如果你看完视频,这是我的观点 也是希望屏幕前的朋友可以帮忙 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WTT支线赛的奥洛木次赞的比赛是落下了尾目 相比于9月份在成都举行的视频赛来说 这次支线赛的罕金量确实是不大的 但是这也是可以作为一次国拼队伍培养新人的机会 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乒乓球队只有前天一获得了女子乒乓球单人比赛的冠军 其余的四枚金牌都没有花落中国 而在这一次的支线赛事当中 韩国队肯定是最大的赢家 一共是拿到了三枚金牌 虽然这次比赛的含金量和重要性也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中国乒乓球队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在男子乒乓球项目当中 只有周启豪一个人是打惊了四枪 面对日本选手吉纯真情 周启豪也是显得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以1比4不敌对手被淘汰出局了 当然这也帮助出了周启豪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队内战争的时候 周启豪表现的比较好 但是在国际赛场当中 周启豪就显得有一些不知所措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 国平很明显呢 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比赛啊 进行以赛带练 因为呢我们只是单纯的在队内交流的话呢 相当于啊就是闭门造策了 并不能够感受 并不能够完全感受到国外的比赛水平 而值得表扬的是啊 在女子担任比赛当中 前天一在刚刚开始落后于对手一局的情况之下呢 最终呢是实现了经典的逆准 在比赛当中 前天一慢慢的找到了自己应该拥有的一个状态 相信啊 如果前天一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直到阿曼挑战赛的时候呢 相信有机会啊 可以冲击一下女单的冠军 毕竟呢 在之前视频赛公布的选拔标准当中 阿曼挑战赛的女单冠军极有可能啊 可以入围视频赛的比赛 能否拿到视频赛的路场券 阿曼挑战赛女单冠军这个位置就十分的重要了 为了能够拥有参加视频赛的资格呢 前天一自己肯定是要拼搏一下了 那比较可惜的是啊 就是女子双冷比赛 其实是有机会夺得冠军的 但是呢 在比赛开始之前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两位队员搭档徐一和张绍彤呢 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核酸结果呈阳性 所以呢 韩国组合呢 自动的就获得了冠军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呢 真的是很可惜的 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 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 也是希望啊 两位选手能够尽快的恢复 尽量的不影响身体 从这场比赛呢 我们可以总结啊 目前中国乒乓球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相比于目前的主力 反正都马龙王初心 两金坤等人呢 年轻的新人选手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啊 还很大 这也可以直接看出中国乒乓球队的后备力量不足 所以呢 这也是需要刘国梁和景志健两个人啊 好好地总结 做好应对之策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说大展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